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震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和你一起去赶海 赶海 我们有潮气表跌大潮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带着一些赶海的工具 就是小铲子 还有一些小桶 抓一些螃蟹 还有一些葱子 还有蛤蜊这一些 有人赶过海吗 13号 我赶过海 但赶海起得非常早或者是晚上 但是我抓的都是那种小螃蟹 不点点的 我没有什么赶海技巧 但是我非常喜欢 希望到时候你可以教我点 这种赶海技巧 一起 可以 没问题 14号 我也赶过海 就是我就生活在海边 然后我前几天还钓上来 这么长的带鱼 新鲜的 就直接坐着吃了 去那条带鱼是吧 对 就像镜子一样特别漂亮 带鱼好吃 19号 男嘉宾 你好 以前在舟山跟朋友一起出去玩 我尝试过海钓 我那第一次海钓就钓了九条鱼 然后平时我也会经常刷一些那种 赶海视频 我看那种盐撒到那个洞里面 那个撑子会自己跑出来 对 我看这视频是非常解压的 那你自己亲自去感慨的时候 是不是更解压呢 对 很好玩的 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体验一下 你的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另一半指暗于现状 你是一个暗于现状的人呢 还是不是 我不是 21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说的安于现状 是指工作呢 还是指感情方面呢 就是 还是在工作吧 就是生活当中 工作的话就是 不希望它安于现状 对 感情就希望它安于现状 是这样吧 2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你会希望你的另一半是比较那种 懒散或者就比较安于现状的状态吗 也不是 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利用这个业余的时间 去接触一些新的事物啊 然后去了解一些新的好玩的东西啊 去接触不同的人 我现在唯一不安于现状的 就可能是相亲了吧 除了在我们非诚勿扰相亲 我线下也是排了很多相亲局 你线下还有好多是吧 对啊 我爷爷奶奶他们就会 身边很多那种什么朋友啊 天天团着给我介绍 就这个饭局 那个相亲局 这个很有意思啊 那你有没有能总结一下 在这儿相亲和在线下相亲 有一些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吗 我们线下的话 其实是更多的是相父母和家庭 在台上的话就是看 我跟你是不是合演员 这样子 线下就会 我们两个年轻人都还没有聊过天 没有说过话 他们已经谈了 你们房子要买在哪里啊 以后装修是什么类型啊 小孩儿剩下来谁带啊都与家庭 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 对 没错 好 来看片子 我是董方超 一名电器售后工程师 主要负责高铁地铁中 电器相关零件的售后维修 每天都跟机械打交道 只要出现故障 就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每逢到节假日 春运 大多数人都在享受假期时 我们都会坚守在岗位上 守护好每一位旅客 是我最自豪的事情 工作当中 作业指导书也是我最重要的搭档 赤透指导书 就能解决故障中的各种问题 家里的东西坏了 我也能根据说明书 完好无损地修复它 所有的产品出厂 都会附带说明书 有时候我在想 人生是不是应该也有 这样一份说明书呢 我尝试着给自己 写了一份恋爱说明书 并且在不断攻心中 如果未来的它需要 我愿意交出我的使用说明书 并且承诺收获至宝 我的产地在青岛 一个舒适安逸的海滨城市 来青岛一定要哈啤酒 吃嘎啦 在海边散散步 每年9月1号来青岛 一定能吃到最新鲜的海鲜 如果有爷爷奶奶叫你妈 那一定是在叫你 离开青岛 我选择留在了 充满活力的上海工作 这里让我遇见了很多 志同道合的伙伴 如果在上海遇到了青岛人 我都会问他 你平时喝几场的啤酒 能听懂问题的 才是真正的老乡 在上海生活久了 让我感到最富有激情的是 上海菜市场的大姨们 不对 是阿姨 大姨这个菜多少钱一斤 叫我阿姨 叫老了 叫我阿姨 对的 是叫阿姨 对上海阿姨的称呼 就像番茄和西红柿一样 让人捉摸不透 时间久了 我也跟一些摊主阿姨 交上了朋友 跟着他们 总能买到既新鲜又便宜的好菜 一座城市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莫过于菜市场 人间最浪漫的地方 是吹烟升起的厨房 希望未来能找到一个女生 我主厨 踏踏下手 我们一起在柴米油盐的调味里 过上幸福平淡的生活 手里拿的是 我的恋爱说明书 产品名称 阳光男孩 产品主要功能 灵魂有趣 给你带来每一天的小惊喜 和好惊喜 高中后不影响使用 早拥有早幸福 这是你自己设计的 对 因为我也不太善言死 然后就写了一个恋爱 我的恋爱说明书 然后让大家来了解我一下 这个恋爱说明书 你希望什么人来打开 对 就是应该有一个叫 适用人群 对 什么样的适用人群 两位老师提出的建议是 你下一次可以把你的说明书 更完善一点 比如说适用人群 比如说有竞技人群 使用后有可能产生的 不良反应的概率大概是多少 我后面会继续优化 10号 我刚刚看了说明书 这边有个禁忌说 是请勿对本产品说谎 这个的话 那我们生活中 是不是不免会有一些 善意的谎言 那如果遇到这种 善意的谎言的话 你会怎么处理呢 当时不跟我说是没关系的 到最后就是可以和我解释一下 我不会说会生气或怎么样的 还是要两个人沟通是吧 对对对 多沟通 我想起来了 说明书里边 还应该有这样的条款 如果对本产品不满意 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 你可以退给我 我这个不退货的 我不退货的 不退货的 23号 男嘉宾 我想你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 你的主要功能 灵魂有趣 给你带来每天的小惊喜和好心情 可以的 就是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说以后就是谈女朋友了 我会给一些小惊喜 比如说每天就是送一朵花了 然后早上起来 就会亲对方一苦了这一种 然后下班了之后 我会做好一桌子的菜 还会给你打一个这个泡椒水拉这一种 都很多的 好暖的 很温暖 15号 男嘉宾 你好 我看你这个说明书真诚对待 又讲了好几次 是因为你之前的感情中有过什么经历吗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我个人就是不喜欢去欺骗对方 就是我说谎话的话 我内心就会很纠结 很难受 好嘞 这个宝宝看上去就很憨 你看到没有 他长得就是一脸不会说谎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男嘉宾挺有意思的 对 我们从他给我们的消息信息来看 就早上起来呢 他会送你花 然后亲你一口 然后晚上呢 你回家的时候呢 他把饭做好了 泡饺了给你准备 就是我觉得 还蛮贤惠的就是 什么每天给你做一桌饭 每天送你一朵花 说说就好了 真会做的 真会的啊 真的 真的 你给我解释一下 阿姨和大姨的区别是什么 A 我们在青岛就是四五十岁的这种 叫大姨 我们是叫大姨 阿姨是哪一类人 阿姨是到上海之后 我去菜市场买菜叫人家大姨 人家就是会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他们不爱叫大姨 对 大姨好像很具体 就是妈妈里面的大姐才叫大姨 妈妈的姐姐 对 但是这就称呼上 就有过这样子的总结 北方人叫人比较亲热 喜欢叫成自己的亲戚 老妹啊 哎呦 向门是吧 对 南方人相对他就会那个 就是叫的距离有一点 你爱先生啊 女士啊 川瑜一带 管谁都叫老师 见着就问老师 哪哪哪怎么走 他都这么叫 对 你们当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称谓 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二十号 我是四川人嘛 然后我们会把那个大姨啊 阿姨之类的叫娘娘 娘娘 对 这个我很熟悉 十八号 我是武汉的 然后我们那边叫奶奶的话叫佳佳 对 十二号 我是重庆的 我们那边的话管那个外公外婆叫嘎公 嘎嘎 这个现在还这么叫吗 还会这么叫 然后看到漂亮的那个美女啊叫姚门 这个话在火锅店里边特别多 他们在火锅店里吃的东西叫服务员 从来都不叫服务员 都叫姚门 你们觉得男女朋友或者说夫妻之间怎么叫比较合适呢 李恒 在我们北方那边如果说跟自己发小或者铁词在说这是我爷们儿 都这种 是爷们儿 郑琪 男嘉宾你好 像我们广东那边的话可能玩得比较好的情况下 我可能会说这是我男人 充满着野性的称谓 我男人 我爷们儿 还有一个称呼 我觉得我也有一点疑意啊 就是另一半 伴侣是没有问题的 陪伴在自己身边的 相对独立的那一个 但是另一半 这一个 可是我就上一半 对 我觉得这可能涉及到一个人对 两个人之间亲密关系的理解 我刚才同意黄海老师说的 如果我们应该先把自己活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圆 我们去吸引另外一个圆 我们再一起往前滚动 而不是我是一半圆 然后我等待另外一个半圆 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 是跟你完全完全契合的那个半圆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先完善自己 看下一条 我有过两段难忘的感情 第一段感情是在我大学时期 我们的感情一直都很好 见过彼此的父母 但因为毕业后规划不同 而和平分手 一年后发小给我发请柬 我才发现新娘是我的前女友 当时知道这个事情我还挺难过的 这段感情最让我难受的 不是我们恋爱中的争吵或分手 而是我的发小和前女友在一起了 却没有告诉我 第二段感情 是我在一次出差期间遇到的 当时我在咖啡厅 她看起来温婉又文静 当我注意到她的时候 她也看向了我 一个眼神的对视 就好像传递了很多信息 可能我们就有明明中注定的缘分吧 我就主动向她要了联系方式 之后的几天 我就约她一起吃饭散步 我们两个也很聊得来 因为出差的缘故不能停留太久 临走前我决定向她表白 你冷不冷 要不要我给你暖暖手 她没有拒绝我 我想她可能接收到 我的恋爱信号了吧 就顺势跟她表白了 在一起之后我们就异地了 但我们每天都保持着联系 她也会突然到我的面前 给我一个惊喜 但是在我们相处的过程中 她总是理所应当地觉得 在节日或者今年日的时候 男生就应该给女生准备礼物 两个人吵架 无论谁对谁错 都应该是男生先低头认错 我却不太认同她说的这些应该 我觉得一段健康的恋爱关系 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去金融的 而不是男生单方面地 理所应当地去付出 回想这段感情 仪式感这件事上 确实会让两个人的感情升温 去年母亲节的时候 我第一次送了我妈妈遗书康乃兴 她都感动哭了 我才懂得了原来女生 无论多大的年龄 都是喜欢惊喜和仪式感的 如果我以后有了喜欢的女生 会在重要的节日里 送十一朵玫瑰 求婚的时候会送九十九朵玫瑰 一定会给她满满的仪式感 你理想中最好的恋爱状态 是怎样的呢 我想象中最好的恋爱状态 就是我们相处得非常有默契 比如晚上的时候我问她 饿吗 她就会马上拉着我的手 一起去吃宵夜 我希望能和未来另一半 有这种心里有神会的默契 三号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因为我也是上海的 然后我看你是有点小 是灵灵念的对吧 对 然后你之后就是准备留在上海 还是有什么样的计划 我是比较喜欢上海的 我以后也打算就是留在上海 到时候和另一半去商量 如果说她不想让我在上海 去她的那个地方也可以的 或者是我们一起回到青岛也可以的 14号 男嘉宾你好 好 我刚看VCR里面就是你第二段感情经历 你是出差认识的那个女生 你在那个地方出差了多久 就跟她表白了呀 那时候是挺短的这个时间 就是大概有个半个月左右吧 当时我是去咖啡店 然后秒了她那么一眼 然后我们对视了 然后我就想着去找她要微信 那时候第一次跟人要微信 挺 感觉那个勇气还是挺那啥的 你看她看着吧 那种特别柔弱的那种感觉 对 但是出手就很迅捷 上面那个都一年多了 一年半 这半个月 对 好的 18号 男嘉宾你好 我觉得你就是谈半个月 就可以跟一个女孩子确定关系 会不会就是有点草率 我感觉这个就是像一见钟情吧 可是我觉得你并不了解这个人 然后你就跟她在一起了 我觉得情侣之间要相处一段时间 才能在一起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了解 没有一个绝对的时间的界限 比方说我们假设在一起三年 就一定很了解对方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完全用一个时间 去衡量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然后这个台上一定会有女嘉宾说 我要是第一眼看不上的人 我肯定永远也就看不上了 对 而且还有就是觉得年轻人要是看到了 喜欢了 就应该勇敢地去表白 然后勇敢地在一起 21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收到了你发小跟你前女友的琴铁 你当时是怎么处理这件事 其实当时刚收的时候是说实话是比较生气的 你生哪个的气 我是生我发小的气 对 我们两个人从小一块玩 然后到大学到高中都是一起读的 然后她就因为这个事情 就是一直都没跟我说 然后瞒着我 到马上结婚了 给我发了情点 我才知道她的这个对象是我的前女友 她看中这个真话 特别讨厌谎言 我觉得她对前女友基本上两个人相处 觉得不合适了 可能那个情感已经结束了 但是发小还是友情的状态 而且发小的意思就是我们从小长大 基本上没有特别重大的秘密 那居然跟我的前女友在一起 然后你们都已经走向结婚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你原可以就是说跟我说一声 说我最近交往了一个女朋友 是你的前女友 然后你不要有什么不舒服 我是真的喜欢她 然后我们俩正在谈 我觉得我完全可以这样 对 其实没什么的 其实这样说的话没什么的 如果这么说你会怎么办 我会祝福他们呀 23号 男嘉宾您好 就是我刚刚看到你在VCR说 就是两个人恋爱是相互的嘛 对 比如说你送一个疼疼价位的 那我也要烦你一个疼疼价位的 这个就没有必要去对比了 只要她有这个心 就是说能送你东西 然后不管是贵的还是便宜的 这个都是无所谓的 但是有这个心就可以了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15号 男嘉宾你刚刚说男女平等 我觉得现在女性就挺难当的 如果作为一个女强人 会要求她更顾家一些 如果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的话 会要求她 你可能需要有自己的独立的工作 就是这样子的话 怎么去做到平衡呢 这个我觉得 就是如果说以后婚后了之后 有孩子了 然后你就是做这个全职太太就可以 是哪句话上面了 全职太太 你是很希望对方有了孩子以后 是可以在家带小孩的 对对对 那你得多挣钱啊 对啊 我 你得征求别人的意见 人家愿不愿意做全职太太 万一女方也有她自己事业的追求呢 她可以就是说把这个小孩子 抚养到这个能上小学了 你想二十六七岁生孩子 她小学三十四五岁 她耽误了职业生涯当中 多么重要的一段时间呢 对啊 连续说六年 你为什么不在家带六年 好了好了 不为难 不为难的 其实我还说实话 我没有想到那么远 对 我现在我还没有想到就是说 你看看00后 被这个问题 折磨的抚养孩子 她还是个孩子的 你跟她讲我们的孩子怎么弄 你想想看 好吧 不为难你赶紧回家吧 谢谢大家 我先看见 你怎么会这样啊 你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会这样